在大隋王朝八年之后 隋文帝开始把矛头指向较难的陈朝 准备一统天下 但陈朝活护兵强 且又长江天险入河 并不擅长水战的隋朝 将如何实施战争放略呢 隋文帝平沉的过程 是否能顺利进行 进行关注系列节目 大隋风云上部第十六集 一统天下 大隋风云上部第十六集 隋文帝发布诏书 宣布调民罚罪 讨伐陈朝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 此时南北风格已经将近三百年 统一绝非一纸诏书就能解决的问题 他还需要真刀真枪的拼杀 问题是 陈朝历过多年 也算活不兵强 又由长江天险作为天然屏杀 这些优势是隋朝绝不能享受的 那么隋文帝到底准备怎么打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 为你讲足系列节目 大隋风云上部第十六集 一统天下 当时有一个叫崔仲芳的谋臣 给隋文帝出了一个主意 这个主意非常的好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隋臣之间隔着长江天险 因此所谓统一战争问题 其实也就是如何突破长江的问题 那到底怎么才能突破长江呢 崔仲芳建议隋朝在长江中游的武昌地区 增派重兵 同时呢 在长江上游地区 也就是四川地区建造舟船 这两个地方大造声势 那如果陈朝看到这个情况 他害怕上游中游不安全的话 他就往这增兵 往这增兵 那下游就空虚了 在这个时候 隋军就可以趁机从下游横渡长江 那如果说他固守下游的核心地区 那也好办 隋朝就从上游和中游顺流而下进行突破 简而言之一句话 就是上中下游互相配合的问题 或者是上游牵制 下游突破 或者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隋军一看 很有道理 马上就按照这样的一个原则来布置军队了 隋文帝总共纠集了五十一万八千人的大军 他把这五十一万八千人分成了三大兵团 第一集团军 他的首领是隋文帝的二儿子晋王杨广 就是后来的隋杨帝 担任行军严帅 他下设四路大军 负责长江下游作战 重点突破陈朝的首都建康 也就是现在江苏的南京 这是第一集团军 第二集团军的他的负责人是隋文帝的三儿子 秦王杨广啊 他重点就是在长江中游作战 下设三路大军 突破的对象是长江中游的武昌 那第三集团军的首领是清河公杨素 下设两支大军 他呢 重点负责长江上游的作战 作战核心是突破三峡的峡口 那在这三支大军之中啊 第二三集团军 这属于侧应部队 他主要负责啊 吸引敌人的视线 牵制敌人的兵力 而第一集团军 也就是晋王杨广率领的那个兵团 那才是主力部队 他负责在二三集团军的配合之下 实施突破指导陈朝的首都建考 结束陈朝的统治 那很明显呢 这场战争呢 虽然是统一战争 但也是为整个杨家打天下的战争 所以呢 隋文帝是把自己的两个儿子 杨俊和杨广放在核心位置 那可能说到这 有人就要有疑问了 杨广和杨俊都是隋文帝的儿子 我们能够理解 那杨素是何须人呢 怎么杨素能够和隋文帝的儿子并肩而立呢 他又何德何能啊 这杨素啊 可是隋朝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 此人出身红农杨氏 长得就是高大威猛 美然飘飘 是一个有英雄气的人 但是他这个有英雄气呢 不是说他就喜欢武力 喜欢蛮干 杨素 他文采还非常的好 写的一首好文章 饱读诗书 擅长书法 而且还通一些占卜术 是一个很难得的文武双全的人物 北周的时候展露头角了 当时呢 他给北周五帝起草诏书 一挥而就 而且文采斐然 周五帝很欣赏他 就对他说了一句话 说呀 擅自免之 勿忧不富贵 小伙子好好干 以后会有一套富贵等着你 这已经是很高的评价了 皇帝要是跟我们说 我们会感激屁灵的呀 人家杨素怎么说 杨素当即回了一句 臣 但恐富贵来逼臣 臣无心图富贵 我倒不想要富贵 但是我就害怕富贵来逼我 追着我找我 这是什么样的口气啊 口气太大了 这个人风流倜傥 不拘小姐 那这样的才干 在这样外露的性格 是一个办大事的人 但是也是一个容易栽根头的人 果然在隋朝开黄四年 狠狠的栽了一个大根头 怎么栽根头的呢 杨素这个人呢 他的夫人正是 是一个著名的汉妇 很凶 杨素一辈子没怕过谁 皇帝都不怕 就怕自己的夫人 有一次呢 被夫人欺负的实在是忍受不了了 就冒出一句话来 说呀 我若做天子 清定不堪为皇后 我要是当皇帝 我也不让你当皇后 这不是公然挑战夫人的权威吗 郑夫人哪能饶得了她呀 当即向朝廷举报 说我们家杨素想当皇帝 她是这样跟我说的 那想当皇帝是什么 谋反罪呀 谋反罪是要杀头的呀 当然朝廷也知道他们家那点破事 所以呢 也没有真的那么严厉的惩罚杨素 只是把他免关了 那我们刚才讲这是开皇四年的事情 开皇四年 隋朝已经取得了对突厥战争的胜利 重心已经转移到平定江南上来了 杨素在家没事干 整天就琢磨着怎么样平定陈朝 几次向隋文帝上书 上这个平尘册 隋文帝一看啊 非常的高兴啊 写的入情入礼啊 他也知道杨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就废在家里可惜了 所以呢 就重新启用他担任信州总管 就驻扎在现在四川的凤洁地区 让他经营长江上游嘛 那么杨素到任之后呢 马上就积极备战 积极修造大船 大船大到什么程度 最大的那种船叫五崖船 这船高达一百多尺 船面上能起五层楼 能装八百人 而且船的前后左右还有六个拍杆 什么叫拍杆呢 拍杆就是放在船上投掷石头的杠杆 而且呀 在造这些船的时候呢 杨素故意搞得是声势浩大 把那些碎木头啊 锯墨子呀 什么让他顺着长江滚滚动下 吸引足了陈朝的眼球啊 那这非常好啊 这不正符合隋文帝的战略部署吗 隋文帝就是希望上游能够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啊 所以一看杨素这么聪明 对他也是非常的看好 虽然不是自己的儿子 但是还是给他了一个集团军收仗的待遇 那事实证明呢 隋文帝一点都没看走眼啊 平臣战争的第一仗 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仗 正是由杨素来打下 这怎么回事呢 啊 开皇八年的十二月 秦王杨俊 就是第二集团军司令 就率领着十万大军进驻汉口 做出一副要从武昌渡江的样子 那一看啊 敌人想要渡江啊 陈朝赶紧调动 驻扎在三峡口的数万军队去救援武昌 这样一来三峡地区不就兵力空虚了吗 杨素赶紧趁这个空当 率领着自己的第三集团军就下水了 浩浩荡荡顺流而下呀 一开始什么问题也没有遇到 但是到了虎头滩 也就是今天湖北宜昌西北这个地方的时候 船就走不下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虎头滩前面是狼尾滩 狼尾滩当时驻扎着陈朝的议员将领 拜领着几千精兵挡住去路 而且这狼尾滩 他就在长江的江心水流湍急地形险峻 杨素的那个武牙大船呢 他是发挥不了作用的 那这时候怎么办 杨素是一个聪明人 他知道拼水军不行 打硬打的话 很可能有风险 有问题 怎么办呢 他就没有用水军硬打 而是搞了一个水路并进的夜间突袭战 怎么叫水路并进夜间突袭 因为当时陈朝的士兵固然是擅长水上作战的 但是依当时的条件 他们的营地还是在岸上的 在岸上也就是在陆地上 在陆地上 那么隋朝的军队就有优势了 所以就在这天的夜里 月黑风高 杨素就率领军队出发了 但不是一支军队 他把军队分成了三个组成部分 中间一路由他亲自率领 坐在船上突袭狼尾滩 搞这个夜间的破袭战 另外两度分称南北 分别到长江的南北两岸 去袭击陈朝的军事的大营 那我们知道陈朝军队其实是有骄傲情绪的 当时他们觉得自己兵力很盛 而且熟悉水战 所以没有认真的去备战 夜间该睡觉就睡觉了 睡觉睡得正香了 隋军忽然出现了 出现在大营之中 一下子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稀里糊涂的就成了杨素的俘虏 就这样呢 狼尾滩战役首战告捷 狼尾滩战役对于隋朝平臣 他的意义可太大了 为什么大 因为历来我们讲南传北马 北方的军队是不适合水战的 遇到水战就触头 对渡江作战信心不足 可是现在狼尾滩战役一打赢 马上就给隋朝的士兵打了一记强心针 谁说我们不能打水仗啊 我们杨素将军不是打水仗也打赢了吗 士气就高昂起来 其实我们也知道 狼尾滩一战到底是谁在起核心作用 不是水军 是陆军 可是当时宣传不是那样宣传 宣传就是说我们狼尾滩一役 打败了敌人几千水军精锐部队 所以证明了我军的势力 这是精神战 心理战 经过了狼尾滩 杨素的军队顺利的就和第二集团军司令 杨俊的军队会合到了一起 牢牢的牵制住了陈朝 布置在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十几万大军 就完成了自己的战略任务 那上游的牵制工作完成了 现在该看下游的 我们刚才讲了下游才是随军的主力呢 负责指导健康 结束陈朝统治 他是由晋王杨广亲自率领了 可是晋王杨广当时多大了 才二十岁 毛头小伙子呢 经验不足 那能不能承担这么重的任务呢 隋文帝也不踏实 所以就给他派了一个助手 老宰相高炯 让高炯做元帅长使 全面协调工作 实际上杨广就是那么一个刊位 取的是他王子的这个身份 那杨广和高炯这边情况怎么样 一句话 上游很顺 他们比上游还顺 为什么呢 陈后主亲自照顾他们来 给他们送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大礼包 什么大礼包呢 我们上集讲了 开皇七年的时候 不是后梁宗士带领十万百姓投诚了陈朝吗 那陈朝对这些祥人祥将一直是不太放心的 总想震慑他们一下 让他们看看我这边实力是很强的 怎么样才能表现出我这边实力很强呢 当时新春就是大明初一第一天 是要搞一个朝会的 陈后主就想利用这个大朝会的机会 搞一个盛大的阅兵士 让他们看看我们兵有多强 马有多壮 他们投诚没错 而且投诚之后要老老实实待着 是这样一个目的 可是仅仅靠建康啊 首都附近的卫戍部队来搞这个阅兵活动的话 声势不够大 反映不出千军万马的局面 怎么办呢 这时候陈后主就想了一个办法 说呀 江州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以东的水军 全部回撤 撤到首都建康来参加这个阅兵活动 那现在我们读地理都知道 九江以东就是长江下游了 九江以东的这个住房水军回撤 意味着什么呀 意味着整个长江下游的江面上 就一艘巡逻艇都没有了呀 这多危险啊 虽然陈后主是一个糊涂人 但是陈朝也有明白人呢 那些将领马上就给他提意见了 说陛下呀 现在随朝大军压境 恐怕来者不善 请陛下千万不要梦浪 千万不要在这时候图个虚热闹 我们还是扎扎实实的进行重点地区的重点防守 很好的意见 陈后主听不听 陈后主要听就不是昏君了 他不听 他怎么说的呢 说我们这是王弃所钟爱的地方 是天命保佑的地方 以前北齐的军队不是来过三次吗 北州的军队不也来过两次吗 怎么着了 不都灰溜溜的回去了吗 现在随朝军队来呀 还得是跟从前一样 还得灰溜溜的回去 既然天命都在此 我们还加强防守干什么呀 我们要是加强防守的话 那不是就向随朝示弱了吗 我们要示弱 我们多没面子呀 所以我们不能示弱 那陈后主这番胡话呀 已经很雷人了吧 那关键是还有人附和他 谁附和他呢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 拜了孔贵贫做干妹贝的那个文臣 那个虾客 孔范 孔范就结茬了 他说呀 长江天谦 是上天降下来 分割南北的 所以呀 北边的军队 他是不可能渡过来的 难道他们还会飞吗 现在之所以 有些人把这个事情说的很严重 那就是他们想贪攻啊 想让陛下重视他们呀 想让陛下给他们拨兵拨粮拨钱 不能信 其实啊 我还巴望着随军打过来 为什么呀 我继续觉得我的官做的小 他们要敢打过来 我必定立功 那时候陛下可不要忘了封我做太尉公哦 说了这么一番胡话 就这样呢 眼看着隋朝大军压境 陈朝的江房居然是前所未有的松弛 那杨广和高炯可不是陈后主和孔范那样的草包啊 他们马上就决定了 就利用春节期间陈朝江房松弛 这个有历时机跟陈叔宝决一次战 就在开黄九年的正月初一这天啊 天降大物 这物不是一般的物 据史书记载 它是又酸又辣 呛鼻子 陈后主搞完这个朝会 多吸了几口江雾之后呢 又多喝了一点酒 所以啊 烂醉如泥 一直睡到了下午才醒过来 就在他做大梦的时候啊 阳广的军罪已经在雾气的掩盖之下 实施渡江作战了 这个时候呢 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 什么意想不到的情况 就是啊 赫罗比和韩秦虎的先头部队 推进的特别迅速 远远超过了他们的预期 一直就从两头往建康打 就不怎么见到有人抵抗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其实又是陈后主君臣决策失误 我们前面讲 陈后主君臣都是文弱书生啊 最不信任 最害怕的就是武将 唯恐武将趁战争之机扩大势力 所以虽然战火已经烧到自家门里了 都不是门口了 烧到门里头了啊 把陈后主都吓得直哭 但是一旦有武将请战 他还是犹犹豫豫 卫首卫尾 就是不肯真的给武将权力 那他这样做事 给赫罗比他们帮忙啊 可把两位将军高兴坏了 就扩大战果吧 既然前面没怎么有人党 就一路势如破竹 往建康这边挺进 那隋朝的战斗积分不是说 我们此次战争的目的是要调民罚罪吗 两位将军对这个习文领会的非常好 很注意军事纪律 自己的士兵严格要求 谁要是喝老百姓一壶酒 也拉出去斩头示众 但是对敌人的俘虏 那就是宽大为坏了 既不杀头也不收编 还主动奉送路费 就给他们提一个要求 带上隋朝的宣传品回家吧 这样一来呢 这个江南的军民都觉得这是仁义之师啊 仁义之师 我们现在日子过得又不好 那我们就主动投降吧 这样一来呢 推进速度就更快了 快到什么程度 正月十七这一天 贺若碧和韩秦虎已经从东西两个方向 兵临建康城下了 把建康城给围起来了 那眼看着兵临城下 陈后主终于意识到 得听听将军们的意见了 那这时候陈朝重量级的将军是谁啊 有两个 一个是萧摩赫 一个是仁忠 两个人手上的军队加起来超过十万人 还是很有力量 其中呢 萧摩赫是一直是主战派 一直喊着要打 那仁忠是什么意见 仁忠啊 这时候就给陈后主献了一个重要的计策 其实是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 为什么叫一揽子解决方案 这里头是四方面的内容 第一方面 说呀 我们是主场作战 所以我们应该老承持重 你让他们在那呐喊去吧 我们千万不要轻率的和这两支军队交战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他说怎么样呢 陛下你给我一支军队 我不管这两支军队 我直扑他们的主帅 我直接去跟晋王杨广打 那如果我到了江北去跟杨广打的话 他们一定以为他们派出的先遣部队已经被我们吃掉了 那这时候他们心理上就受挫折了 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 他说呀 我到达江北之后 我就派人到淮南去 到淮南干什么呢 我就放出谣言 说我要往徐州走 徐州大家都知道 那是南北交通要冲 北方的士兵要回去的话 得从徐州走 那如果他们听说我要进驻徐州 肯定害怕我截断归路 所以没准不战自愧 就自己往回跑 这是第三方面 第四方面 接下来把这些事都做了之后 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就静静的等着春水上涨吧 等水涨起来的时候 长江的水路更加通胖的时候 我们上游的部队会来援助我们的 那个时候就安全了 一揽子解决方案 方方面面都想到了 想得非常好 既老成持重 又不乏真正意义上的开拓进取精神 是一种积极防守啊 陈后主听谁的呀 他都不知道该听谁的了 他说两位先回家歇着去吧 我想意外呀 明日早上告诉你们 第二天早晨 想明白了 表态了 怎么表态的呢 陈后主说呀 仗打了这么久了 我都打烦了 还是让萧郎去迎战吧 去萧摩河方案 设人中方案了 当即下令由萧摩河领军出战 像什么人中啊 恐犯呢 都跟着萧摩河走 他们的士兵也要投入这场战斗 那就这样呢 在争议二十日这天 集结在国都的十万陈军 清朝出动了 由萧摩河总领 人中啊 恐犯啊 都作为随缘参战 要和来自东边的赫若毙决战 赫若毙当时有多少人呢 赫若毙本来过江的时候 一万二千人 这时候分到这分到那 已经只剩八千人了 十万对八千呢 赫若毙这边是明显的挂不敌众 所以呢 杨广当时的部署 也是说让赫若毙不要跟萧摩河他们打 要让他等韩欣虎一块打 而且呢 主力部队还要出发来跟他们协同作战 可是啊 这个赫若毙登上中山 现在的中山 当时叫蒋山 一看 他改主应 他看到什么了 他看到陈朝虽然十万大军 但是摆了一个一字长蛇阵 一下子十万大军拖了二十里长 首尾不能相顾 他想这样的阵势容易突破 我很有可能找到中间一个薄弱点就打过去 我不能什么事情都听主帅的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所以他就当即决定了 不等韩欣虎也不等主力了 就自己直接打 这样呢 陈随两边的军队就杀到一块去了 那别看陈后主是一个昏军 他手下将士也真有拼命的 特别是先锋卢广达步 打的是相当的顽强 没一会儿功夫就杀死了两三百随军 两百七十多人 那我们也说过随朝一共是八千人的军队 他牺牲不起 消耗不起 死了不到三百人 他已经不行了 怎么办呢 赶紧在阵前放火 趁着烟幕就往后撤 那这时候如果陈朝的十万大军舍命追杀的话 赫洛比这八千人一定会被干掉 可是就在这时候啊 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什么事呢 陈朝的军队一看 赫洛比里面跑了 他们也不去追了 就纷纷去抢随朝军队遗留下来的尸体去割那个人头 然后割完了抱着就往回跑 为什么这样 因为在战争开始之前 陈后主发话了 谁要取得敌方首级 我必有重赏 士兵忙着回去领上去了 这不是救了赫洛比了吗 赫洛比这时候也观察出来了 卢广达这边不好打 他们有一个薄弱环节 是哪呢 孔范那 他蹬孔范就下去了 孔范不是牛皮都要吹破了吗 现在一看见隋朝的人居然朝他扑过来了 吓得大叫一声 掉头就跑 主帅都跑了 他这支军队肯定也跟着跑啊 这样一来这一字长舌阵就撕开了口子 就乱了 打死的 踩死的 多达五千多人 连总指挥萧摩赫都被活捉了 那可能有人说萧摩赫是真不行啊 你看他怎么指挥的呀 萧摩赫这次指挥真是没发挥好作用 不过这倒不是因为他无能 是因为他就不想干了 为什么呢 因为就在决战开始之前 家人向他通报 说您前脚刚一出门 后脚 陈后主把夫人接到宫里去了 萧摩赫是个老将军 但是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夫人 当时的著名美女 而陈后主谁都知道 是一个见一个就爱一个的风流天子 萧摩赫觉得呀 夫人进宫怕是以后就出不来了 那你想啊战争嘛 无非是保家卫国呀 现在陈后主都把他的家给拆散了 老将军寒心了呀 这仗还打什么呀 干脆不管了任由这个局面越来越坏 自己束手就擒 就这样 赫洛比的八千人居然打败了陈朝的十万大军 这也算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了 隋朝平臣战役 一乎寻常的顺利结束 江南三十州四百多县二百多万人口 就进入了隋朝的半途 长达三百年的南北分裂局面 终于结束了 这也是中华民族自从秦汉统一之后 第二次具有真正重大影响的统一 那么讲陈朝不是两员大将吗 一员萧摩赫被俘虏了 另外一员仁忠哪去了 仁忠逃回建康台城去了 就逃回皇宫去了 一见到这个陈后主就跟他讲啊 陛下不行了 民好自为之吧 我这是无能为力了 这时候陈后主才真慌了 马上人抬出两箱黄金来给仁忠 说你看着随便怎么样招募勇士赏人 你救救我 仁忠一看两箱黄金在那 冻心了 他就跟陈后主讲啊 陛下 那你和你那些爱妃们赶紧收拾收拾 咱们准备逃 咱们走水路 咱们坐船逃 我肯定会卫护您 现在呢 我先出去张罗张罗 带着两箱黄金走 陈后主这呢 就跟公妃都换上了旅行装啊 准备出门了吗 等这个仁忠左等不来 右等还不来 仁忠哪去了 仁忠投降去了 他不是被这个贺罗毕打败了吗 他跑到西边投降 韩秦虎去了 而且见到韩秦虎就跟他讲 我呀带着你杀回去吧 我露手 直接又杀回来了 这时候陈后主真是孤家寡人了 平时无时无刻不在他身边奉承那些虾客 早都不见了踪影 只有一个老臣 尚书溥业 袁县陪在他身边 那陈后主看了看袁县 就常叹 说我平时带你不好 没想到最后你护卫我 其实咱们国家呀 亡国是真该亡 为什么呢 不光我无德呀 你看咱们那些一贯世人 一个个不也都没道德吗 有道德应该陪着我呀 可是这时候啊 随军的喊杀声就尽了 那陈后主也顾不得悲叹了 拉着几个爱妃就往外跑 跑到哪去了呢 跑到后宫景阳殿去了 景阳殿那有一口枯井 陈后主是想跳井 那老臣袁县也追着他跑啊 追着跑到井边了 和另外一个大臣一块 就用身体遮蔽井口 不让皇帝往下跳 这太没面子了 那别看陈后主平时是个文弱书生 关键时刻一点都不文弱 男权背腿一块上 把这两个老臣打倒在地 自己到底咕咚一声跳进去 陈后主跳井了 那边随朝的军队杀进来了 到处找陈后主啊 找不到 后来有人指了一下这口井 明白了 在井里呢 可是井里很黑呀 这个随朝的军人往里喊话 喊陈淑宝出来 不出来 说陛下出来吧 也不出来 那这时候军事急了 说里头的啊 不管是谁 再不出来我扔石头 这时候陈后主说 别扔别扔 是我 我出来 你给我扔根绳子吧 好 绳子扔下去了 下面攥住了绳子 好 精壮小伙子啊 精壮士兵一拽 没拽动 再拽 还拽不动 几个人一块往上拽 终于拽出来了 一到人头露出井口的时候 大家都笑 为什么呢 怪不得这么沉啊 不是一个人啊 陈后主 张贵妃 孔贵贫 三个人抱在一块上来 多情至死 啊 就因为随朝的精心准备 因为陈后主的昏溃无能 随朝平臣战役 意乎寻常的顺利解说 那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这次统一有什么意义 这次统一意义可太大了 首先这是把南北朝时期分别发展的南北国土 南北民族和南北文化给整合到了一块 让中华民族的发展了 有了一个更广阔也更深远的发展空间 唐朝人在谈到南北朝学术的时候说过一句话 说啊 南学简约 得其精华 北学身无 穷其之夜 其实这句话不仅可以用来概括学术 也可以用来概括整个社会发展 在南北朝分裂期间 南朝像什么 南朝就像一棵大树的主干 保存着中华文化的根本 而北朝就像一棵大树的树枝和树叶 把中华文化尽量的向四周张扬 现在统一了 这棵大树的树干 树枝 树叶 终于长到了一起 这才是真正的中华文明之树 那隋朝和接下来唐朝的繁荣发展 不正式建立在这棵大树的基础之上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这一次统一也使得隋朝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了 那我们讲经过隋朝和突厥之间的战争 其实突厥这个老的东亚霸主就倒下来了 现在经过这次统一战争 一个新的东亚霸主就占了 这也就意味着一个以隋朝为核心的新的东亚秩序 也是新的世界秩序的建立 可以毫不夸张的讲 隋文帝也罢 隋朝也罢 一半的工业就在这次统一之中 那么一个以崭新姿态崛起的大隋王朝 还会遇到哪些问题呢 请看下集 开黄九年 隋文帝异常顺利的平定了陈朝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就在两年之后 陈朝的故地再次发生叛乱 大隋王朝又被重新卷入战火之中 那么江南为什么会发生叛乱 隋文帝又从这场叛乱中吸取了怎样的教训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大隋风云上部 第十七集 再平江南